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特派谈心事 我是主持人周永杰 今天这一集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又有机会回到我的第二个故乡 雅家达 今天很高兴请到我六年多的好朋友 Andy Andy2 邱列峰 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猪盆狗友 还是粮食义友 还是笋友 我们啊 算是志同道合吧 志同道合的猪盆狗友 对 然后你在印尼做过的好事我都知道 你做过的坏事我都假装不知道那种 对对对 对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 等一下都会在我们的访问中 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 所以我感觉都好像不是在访问 我们是在讲我们真实的生命经验 好 我先跟各位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Andy在印尼 是个知名的广播电台主持人 也是个知名的这个记者会活动的主持人 我们大家知道 包括这个周杰伦 王力宏 还有这个梁静卢 对不对 没有梁静卢没来贵你 光亮 光亮 对一些我们台湾大家都认识的大明星 大歌星去亚加达做演唱会的时候 都是Andy主持的对吧 很荣幸很荣幸 可能找不到人吧 没有 这主要是为什么会找你 你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说明 为什么要找你 你比较便宜吗 我价钱其实也不算便宜啦 只是刚好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在电台所制作主持的节目 就是偏向于华语流行音乐 然后会为大家介绍有很多最新的华语流行歌曲 尤其是来自台湾的 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 如果我这些巨星来到印尼的时候 要找一个会了解他们的音乐 他们的一些背景等等的这些 可能就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主持那个节目 我就会对这方面华语流行音乐的知识 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有很多比如说 那个时候王力宏啊周杰伦啊 他们在选那个主持人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候选人嘛 然后其他的朋友都会 先去温习一下什么什么 他们的歌曲的唱片什么事 然后我都感觉我没什么好温习的 因为我每天做的工作 就是在关注这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大家听到重点了吗 Andy不止中文讲得好 他对我们整个华人音乐 尤其是台湾的流行音乐 是辽络之掌 可能那比我们都还懂 很喜欢 因为从小 我经常跟我的听众说 就是大家是吃饭长大的 我是听华语歌曲长大的 对我们等一下还会 Andy会给大家惊喜 他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音乐作品 我们今天聊题目呢 其实跟Andy的背景很有关系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在印尼不见得 每个华人都会说中文 那能够把中文说得这么流利 这么道地的 更是少之又少 我这样说没错吧 真的真的 如果你也在印尼六年了嘛 我觉得你也应该同意我的说法 就是你在印尼碰到十个华人 会有九个半不会说中文 没错 真的是这样 没错 那个半个会说的也只是说一点一点 一半一半这样子 没错没错 只有我说九个半 对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Andy是这个 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 在印尼是稀有动物 会讲华语讲得这么好 中文讲这么好 那印尼语是你的母语不用讲的 英文也很流利 所以Andy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 你可以说他很严肃嘛 但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比较忽略没有去探讨的题目 就是在印尼的华人 你以为印尼的华人怎么样呢 印尼的华人 如果你问我 在我没有去印尼前 你问我印尼的华人怎么样 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 都是有钱人吧 都是大老板吧 对 家里都像别墅一样 这样子对 家里有好几个司机 好几部车 几十个女佣 对 但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嘛 对不对 因为像永杰哥这样子 来到印尼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嘛 对 有很多国外的记者呢 来到我们印尼的时候 他接触到的一定就是这些 比如说很有钱的商人 对对对 一些华社的一些侨领这样子 一定接触到的都是这些 大老板 对对大老板 因为这些就比较容易接触 比较有一些管道或者是 曝光度高 当地的 对对对曝光度高 当地的媒体会向你介绍这样子 所以可能来过几次的 就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人 写的一些可能分享的一些 来到印尼采访或者是工作的一些经验 也就是像你所说的 对印尼的华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的印象 就是说印尼华人都是很有钱的 可是我相信永洁哥你在印尼六年之后会接触到很多民间的一些华人 或者是一些华人朋友的一些分享 也会了解到其实真正很有钱的印尼华人只占华人当中的非常少数 百分比其实是非常少 大概也只有百分之不到百分之五是那种大家刻板上的那个印尼华人很有钱的那种 那其他的华人呢 其他华人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是小康的生活呢 还是其实也是很多在贫困线下面的华人 其实都有 比如说我自己吧 我就是一个在印尼的一个小渔村长大的 然后开始有接触到一些外国的朋友 他们都会觉得 你是印尼华人那你家里一定是很有钱 还是什么什么 我就觉得很懊恼很奇怪 我们的生活不只是我在我们的村子那边 我们的渔村那边 基本上所有的华人都是很普通的一个小老百姓 大家都每天努力的耕耘 有一些是开店卖东西 有一些是打杂的 有一些是这个捕鱼的等等 好像我家里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爸在家门前晒咸鱼这样子 连起因都晒过 我小时候还蛮喜欢晒咸鱼的 因为我跟你说这些故事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恶心 因为我爸卖咸鱼嘛 他买的咸鱼都是一大吨一大吨一大包这样子 然后就就还是比较湿的那种 我们必须把它拿出来晒干之后才能够拿去卖 然后这些比较湿的咸鱼黏黏的咸鱼呢 通常都会有一些虫啊 那个小虫那个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用一个小那个一个东西这样子 把那些小虫把它丢掉这样子 然后再拿去晒 我们在晒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嘛 对不对 可是我在我小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有趣的 就是跟虫虫玩这样子 所以Andy像你这样的也不是少数也不是个案嘛 有些其他那个渔村人都跟你一样 所以真的你颠覆我们对印尼华人 我对印尼华人想象 可能很多人都是穿着漂亮的八弟花衬衫 那个出门有用人 可是你是穿着可能穿着汉衫短裤在家门口晒咸鱼 对然后有很多像我这样子 其实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印尼华人都是中价收入的 Andy给我们第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震撼教育 印尼华人不是都是有钱人啊 有钱的不过那5%而已嘛 还是很多人其实为了日子在奋斗在打拼的 甚至过不好的也不在少数 那即使是这样 其实大家还是对那少数5%的 5%的有钱人很好奇 他们到底有多有钱 因为我们看过好莱坞一个电影嘛 就是杨子琼演的叫什么 那个东南亚的富豪 Crazy Rich Asian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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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我不敢去看欸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题材 就是因为我很不喜欢看到印尼的一些 尤其是富二代或者是富三代在炫富 对对对 我一直到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我就没有很感兴趣的去看 对通常就只是听到 有一些可能媒体的报道 或者是有一些看了之后 说的一些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感言这样 但其实他某个程度 也反映了东南亚 包括印尼真正有钱的华人 多么有钱 那到底印尼的华人 那百分之五有多么有钱到什么程度 呃 在怎么说 在印尼我们那个Fourbest不是每年都会有 好像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最有钱的人啊富豪什么啊 富比式排行榜 对对对对 那在印尼去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排出来的前十名啊 有七个都是华人 都是华人 对然后排在第一名的那个 呃 黄氏的兄弟啊 对 他们已经连续产联了六届的印尼首富的这个名号了 黄惠中黄惠祥 对黄惠中黄惠祥兄弟 对对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包括银行 百货业 印尼 印尼最大的呃 私家银行就是那个VCA嘛 对对 就是他们的 中亚银行就是他们家的 对 那对 那他们的财富 就根据2021年富比式的统计 这对兄弟党财富有426亿美元 那大家很难想象说 这样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那我们对比一下台湾的富豪 台湾2021年 也是一样富比式有排名这个前十名 我们的第一名 是很低调的 这个好像跟制协业有关的 宏福国际的张冲淵先生 他的净资产有138亿美元 那我刚刚讲的黄惠中黄惠祥兄弟是 426亿美元 其实三倍快差了三倍之多 对对对 那我们再讲一个台湾很有名的有钱人 你刚才也认识 Terry Gould 就是郭台铭先生 鸿海的冲判人 对对对 他在去年台湾 他也是上榜了 他是71亿美元 那对照一下他在印尼 他如果可以排 可以排到第几 1 2 3 他可以排到第四名 他如果到 应该是第四名 对对对 第四名第五名 所以他们的华人真的真的是很有钱到超过我们的想象吗 真的 甚至有一些有钱人都会买倒 对 这个我要分享我的故事 我在印尼什么奇怪的鬼怪事都见过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要采访一个 因为那时候郭董有到印尼去找几个伙伴要投资 那时候的说法是说要在印尼盖这工厂生产手机 协助印尼可以自己生产手机 不要一直依赖进口 一直依赖从中国进口 那这样印尼也赚不到钱嘛 好 那就会见了好几个伙伴 听说这一位印尼电信大亨 我们就姑且听他为H先生 他的英文的名字书写是H先生 也是当初跟我们郭董有照面过 有谈过的伙伴 H先生他是坐电信宴起家的 那他多有钱的事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的印尼朋友带我去他家 他家是在海边的这个昂座 就是印尼很高级的一个住宅区 靠着海边 几乎家家户门口都有游艇 然后带我们去他家 除了看到在车库里面填了很多 蓝宝间尼法拉利 这没什么 然后他就说 我们等一下去我的岛 让你们看看 看看我的一些产业 他的私人游艇停在旁边 是大游艇 然后还有警察护送我们上游艇 警察可能怕我们跌倒 你知道吗 怕我们跌倒 川智府的警察 护送我们上游艇 他刚才开到印尼的 雅加达近海的千岛群岛 其实大概20分钟半小时就到了 然后那个岛 远远的就看到了 岛到我名字 那个岛的远远 你们就是写个H 就符合他的姓氏 这是我H先生的H岛 然后岛上 他这个私人岛屿 我们上去之后 就好几台高尔夫球球车 就一个人开着一台 就跟他到处逛 岛上有Villa 有游泳池 有餐厅 那有小型的高尔夫球场 那整个岛是他私人的 你不是他邀请的宾客 你不是他认识的人 你是不能上岛 那是犯 你是侵犯他的财产的 你知道吗 对 然后他 我们一到岛的时候 警察已经站一排了 结果我们敬礼 你知道吗 就是 你可以想象 所以大家就是贵宾的感觉 这样子 你可以想象印尼的有钱 有钱到说 他那个岛 可能是 他可能放假的时候 要请贵宾来 来岛上吃吃喝喝的 或是谈一些秘密 像我跟Andy要谈秘密 我们没有岛可以谈 我们只能找一间厕所 关起来讲秘密 可是他是可以有自己的岛 安排一艘游艇 把他的宾客都载到岛上 谈大人的事情 我介绍很好笑 我在船上游艇的时候 游艇是很大的游艇 可以坐二三十个人 我的印尼朋友说 他的船舱为什么要锁起来 我想看看下面是什么 那个船舱板 你可以把它打开 我说你要小心 你打开可能看到 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你确定你还有办法 平安回去吗 如果你看到是毒品 或是枪械 或者是活的人 在下面被绑起来 开玩笑 我们就是说 其实印尼的有钱人 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而且这位H先生 我们看到 如果印尼的这个有钱人的排行榜上 其实他都没有名 都没有出现在里面 一百大都没有 可是就是 就已经是这么的这么的有钱了 这么有钱了 哇那更况其他上榜的人还得了 就是 然后那我们就很好奇说 那个Andy 那为什么印尼的华人 其实印尼的华人人口不多嘛 只占了5个percent有吗 印尼总人口 官方的数据是不到1.2% 不到1.2% 官方的 可是大家都在民间 大家都认为或者是相信说 印尼的华人的比例 应该是有5%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在里面 那我们比较好奇说 相对于爪哇人 在印尼算是多数嘛 爪哇人 那这么小部分的华人 他们怎么致富 怎么有办法累积一代一代的财富 变成可以掌握这个经济的有钱人 主要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 华人的怎么说呢 祖辈啊 他们飘洋过海 经历过大风大浪 才来到印尼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渐渐的就 一来到这样子 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就有一种决心 就有一种想要奋斗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所以就长期以来 就为了生存 你来到这里就一定要生存 我们的意志力都会比较强 然后就做任何事情都怎么说 都感觉放手一搏没有回头路这样子 比较拼命 拼命 比较勤奋努力 因为很风波浪来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之后就到了大概我们印尼独立的那个 独立之后的那个时期嘛 由之后就独立之后进入苏卡诺的时期 然后说他多了新秩序的时期等等 那在当中呢 其实都有很多对华人的一些限制 或者是对华人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这样子 比如说有一些行业是华人是不可以做的 然后华人是完全不可以做当公务员 然后警察军人也不可以 然后你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做医生 你也只是能够做一个小医生 你没办法做到一个院长 所以有这样子一个行业的限制 就导致了很多印尼的华人 没办法只好去做买卖 那Andy那我很好奇 为什么军警警察 华人不能当警察 他是觉得华人 对国家不效忠吗 或是说 这个是因为 因为过去 在那个政变时期 65年的那个时期嘛 因为主要就是因为政府想要消灭印尼的共产主义 亲共把共产党赶走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印尼政府就怕说 在华人当中是有一些还是 共产党思想的 共产党念念不忘的 还是什么样子的 就限制我们说不可以参政 不可以从军 不可以做警察 这样子有关于国家安危的事情 华人都不允许 就避免这一个怎么说 这个共产主义在印尼再次的崛起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 其实Andy刚才讲真的没有错 共产党共产党 我们很难想象共产党关印尼什么事 但是刚才讲的1965年那个事情嘛 其实到现在影响力都在 曾经有过这个法国的观光客去印尼游玩 那他穿着印有这个帘子跟 镰刀跟锤子 大家知道镰刀跟锤子就是共产主义的这个图腾 这个这个mark 他穿这个衣服他觉得好玩 糟糕啦 马上被警察带起来 说你是不是要来这边宣传共产主义 那就把他讯问嘛 那也有一些人平常把共产主义的符号 或是中共的衣服穿在身上 我真的看过影片 他走在路上会被人家追过去打他了 把他攔下来打他一顿了 因为共产主义到现在 都对印尼而言都是很大的禁忌嘛 其实主要的因为就是就是政变的时候说他多多到这个权力嘛 对不对 主要这么多年来大家有一些媒体的分析 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的一些看法等等 就是那个时期说他多就怕他的政敌 利用当年的苏联和中国的实力 东山再起还是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就为了解除后患斩草除根 就甚至把共产主义在印尼视为是被禁止的一种主义 然后甚至华人的所有有关于华人的文化也好 宗教也好语言也好都都禁止掉了 就是为了保住他的这个权力 或者是害怕说有一些他的政敌 想要利用当时共产国家的那个实力 东山再起或者是闹事或者是怎么样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也据说也出现了很多 对一些当年印尼的共产党的人的一些屠杀 代步等等 甚至那个时候华人真的是活在一种很不安的一些的一个环境之下 因为很容易的只要有你的邻居对你不怀 他就指你是共产主义或者是共产党 你就会被被抓或者是你会被打 甚至会被被判死刑 还是什么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的华人就必须非常的怎么说低调 非常的谨慎 不要声张不要闹事还是怎么样 因为被指说是共产党你就惨了 可能你不会对你的人生安全有一些威胁 可是你在社会上的活动你就会被限制很多 比如说有一些我知道的长辈 他们是不可以出印尼的 不可以有护照的 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被指示和共产主义有关系 或者是你他就不可以从事什么行业 或者是不可以甚至不可以出现在什么的地方 这样子有这样子的限制 所以这个是历史的一个伤痕 其实到现在很多人都还会在讨论 到现在大家都还是感觉到那种效应 到现在 其实到现在已经21世纪了 真的不是印尼华人都跟共产党有关系的 有些人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然后甚至有些华人都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华人了 因为就是华人的文化和语言在印尼被禁止了32年 对对 然后就不知道自己自己原来是有华人血统的 除非是自己的长相或者是外表是非常华人的那种 我记得以前跟印尼聊过 但是从他们的印尼文名字可以推断他的中文姓氏 对不对 比如说 有一些是这样子 哈多诺就是黄先生吗是不是 还是 有可能 对 那如果是邱呢 因为邱通常在印尼都会用 比如说 因为邱的客家话是酷 哦 那 Gusuma Gusuma是酷 那还有其他呢 比如说 张 张先生 李先生 比如说是 有很多印尼的华人都是福建人嘛 所以他们的名字都是 都用福建话 对对 比如说 你也认识的我的好朋友 林振宇 他的名字叫做 一番 林达兰 那这个林达兰 其实林就是他的姓嘛 对 林 林达兰 就是林哦 对 比如说还有 呃 维加亚 维加亚 维是黄 维是黄 啊 对 所以 因为在那个时候被 不只是华人的文化和语言被禁止 我们华人的名字也必须改成 印尼语的名字 那如果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变成印尼文会是怎么样 周会是什么 周永杰会变成什么 就要看你爸怎么帮你取啦 或者是如果不懂的话 就问一些懂的人 这样子 这样子去取 这样 嗯 所以他有些发音 发有些那个字 特定的字发音 是会跟中文对照的 比如说 我们都看到可能有一些 新加坡人 或者是马来西亚人 对 或者是你们台湾人 有一些英文名字 比如像是你J Chow 对对对 Chow就是你的姓氏 那在印尼那个时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比如说我是 我是邱列峰 我是Andy Chow 这样子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有这样子 刘德花Andy Lau 不可以用这个Lau 不可以 那这个刘 刘大家都把 就把它弄成一个印尼语的名字 比如说 Leonardy Leonardy Andy Leonardy 就是这个 哦 我们把它称为是隐藏式的姓氏 在里面 把中文藏在印尼文里面 对对对对 把中文藏在印尼文的名字里面 所以这些年轻的印尼人 华人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其实里面有藏著中文祖先的姓氏在里面 对 有一些都是不知道 还有一些是没有这样子的做法的 只是有一部分会这样子做 嗯 跟Andy提到说 其实整个印尼的中文消失了一整个世代 三十几年 三十二三十五以上 我们举些例子 比如说 大家很能想象说消失一个世代的中文 是到底是什么概念 像其实Andy 我们都很熟 我们共同朋友在印尼的报社 中文好的 真的能够写的 写新闻的最年轻的最年轻的 可能到70岁以上 对不对 真的真的 70岁以上 然后他们还有跑新闻 还有做记者 还有撰稿 然后因为就是年轻一辈的 就是算是消失了几代的印尼华人 都对中文一无所知 这样子 所以在中文解禁的时候 开放的时候 中文报开始可以在办的时候 就只有这些比较年长 过去可能他们的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在印尼华校还没被禁的时候 他们曾经念过中文念过华校 残留了他们的那些对中文的知识 就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或者是报社的一个工作 而要找 因为我之前也有 想要找一些年轻人 跟我们一起做媒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除非是可能一些是 曾经到过中国 或者是到过台湾留学的 这样子的还算是有一些基本的中文的能力 可是如果你要以一个撰稿员 或者是写新闻的一个规格的话 哇这真的是几乎很难很难 所以就是我说你是稀有动物的 你跟那个科摩多龙是一样 都是印尼的稀有动物 我是难顾吧 就是如果再死一只就少一只了 就是那个科摩多龙是一样的稀有动物 所以你刚才讲 其实我真的有感触 我觉得蛮感伤的 就是说他们的报社 登的懂中文能够写的 大概七十几岁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新闻场合 我们看到一些 真的都有点驼背了 然后头发都很白了 然后七十几岁老人家 还在拿着照相机 还在拍照采访 我们觉得说到底中文新闻怎么了 中华语中文在印尼怎么了 为什么还要一些 像是我们的爷爷阿公这一辈的人 在做这样的新闻工作 其实蛮心酸的 真的 第一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接班人 年轻的朋友不懂中文 然后有一些懂中文的年轻朋友 又不愿意做媒体工作 因为我相信 永洁哥也了解 在印尼做中文媒体的工作 不管就像是我做电台 或者是主持工作 或者是报社的工作 其实待遇都并不好 所以有一些可能他们开始 对中文是有一些热忱 有一些爱好的 就进入报社 或者是进入中文媒体去做 可是做了两三年之后 有其他的公司 比如说中国公司 台湾公司必须需要 会说中文的就被挖走了 他们的薪水可能是他们做媒体的 三四倍也说不定 这样子 所以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承 然后这些我们的这些长辈记者们 他们对中文真的是的热忱的那种情怀 因为憋了三十几年 现在我可以 可以讲中文写中文 对我可以讲中文写中文了 然后虽然说年纪已经大了 大家都已经应该是退休年龄了 可是还是在外面跑新闻 就是有一种情怀在 有一种对华人中华文化的一种 想要保留的一种心态 可是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 一个接班人 没有真正对中文媒体 有这样子的热忱冲净的 就算有做了几年 他们为了现实 还是要低头 对就还是要低头 还是要可能找其他的工作 或者是就去一些公司上班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还是 那个时候你认识的那些 那些伯伯们都是七十几岁嘛 到现在也应该有八十几 还是在做 还是在做 对 其实Eddie讲的话我真的可以作证 其实在华文媒体的待遇并不好 所以每次跟Eddie出去 吃饭都是我付钱 真的我们深深了解这个道理 然后 不是每次啦好不好 有啦有啦 如果我生日我也会亲你 我生日你请过 我记得真的 真的请我吃过那个肉丸 我跟Eddie都喜欢吃肉丸 真的 印尼肉丸非常好吃 印尼的牛肉丸真的是太好吃了 好棒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中文消失了三十几年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 是跟台湾的偶像剧有关嘛 又重新要再掀起的这个 对中文歌曲啊 对中文戏剧的这个热爱 对不对 对 说到这个真的是要感谢台湾 真的 因为 不客气 在98年 98年苏哈多垮台之后嘛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改革的时期 然后呢 那在总统印尼的第四任总统瓦西德 那个时候呢 就解除了所有苏哈多时期 对华人文化语言等等的一些禁令 全部都把它解除掉了 嗯 那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虽然说98年之后 或者是在那个瓦西德上台之后 就已经解禁了 可是那个时候是没有说一解禁 大家就哇 大方一彩还是怎么样子 大家还是会怕 对不对 还是会顾虑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大学有办一个社团 叫做中华俱乐部 我们就趁着那个时候呢 一群喜欢中华文化的朋友们 一起聚集起来 办了一些可能文化展 办了一些中文的学习班 这样子等等 可是那个时候呢 校方都还是很谨慎说 你要办这个先不要吧 这个先不要吧 可能会有一些 固域或者是危险 还是麻烦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呢 就是台湾出现了流星花园 这第一部台湾的偶像剧 那那个时候在台湾非常的火热 在亚洲世界各地非常的火热 甚至就到了印尼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感受到了 因为F4这个团体 让印尼的社会更加的能够去接受 更加的去喜欢华人的东西 然后有很多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看了流星花园之后呢 掀起了一阵在印尼 学习中文的一个热潮 中文就来了 对 尤其是雅加达就出现很多那种 中文的补习班 不管教的老师真 教的是不知道正不正确的 中文可能是 只是会讲几句都已经成为中文老师了 这样子 就因为流星花园带起来的这个热潮 然后也因为流星花园 让我感受到印尼人更加接受我们华人的东西 更加会接受我们华人 然后也渐渐出现很多台湾的偶像剧 会在印尼的电视上播出 然后会有很多台湾的明星 那个时候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台湾的明星来到印尼 做他们的那个偶像剧的宣传 这个真的很妙 我刚去印尼的时候 大概2012 2013的时候 只要是三十几岁的人 或是二十几岁的人 我试图聊天嘛 他们第一个话题就是 盗铭4 F4 你知道吗 你知道盗铭4 F4 而且他们F4的4一定是那个 不卷舌的F4 不卷舌的音 然后他们像大S的徐信源在印尼非常红 他在印尼就叫Barbie Shoe Barbie Shoe 他长得很像那个洋娃娃 他很漂亮 Barbie Shoe 也就是演那个山菜的角色 大家就很喜欢他 那时候我去印尼的时候 十个又九个印尼人跟我聊天 都问我Barbie Shoe跟盗铭4是什么 我说我怎么会知道 他们以为台湾来记者 一定跟他们都很熟 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他们是谁 但我跟他们不熟 甚至还有人要跟我要盗铭4的签名 你知道吗 最有趣的是 但是我们去印尼的一些百货公司 这些比较地方local型的 卖很多光碟片 台湾偶像剧 都是印尼文版的 有王子变青蛙的印尼文版的 然后有恶作剧之吻的印尼文版的 就是我在台湾看的戏剧 在印尼都看得到 而且他是讲的印尼话 配音配成印尼语 有很多台湾的偶像剧 不管是把它配成印尼语 或者是翻拍印尼版的都有 有有翻拍翻拍 爱德摩法师 我感觉最多翻拍成印尼版的是183 他们喬杰莉那个时期 对183 对对 爱德摩法师 然后就是流星花园其实也有 可是被骂翻了 听说拍的很烂很糟糕 就是因为原版的流星花园 太怎么说呢 太深入人心 对太经典了 所以被翻拍反而被人骂 这样子 你无法超越了 可是侨杰莉时期之后就会有很多 甚至183也来过印尼 来得过雅加达办演唱会啊 啊 听说那个时候F4去印尼的时候造成空前的暴动 那个时候 对对对 甚至那个时候就 F4有来过两次办大型的演唱会 就是出现暴动 很多年轻人都去抢票啊什么 这样子 然后他们各自也有来过啊 比如说严承旭他也有 来办过一个慈善的记者会 好像是世界展望会还是什么 我也有去采访 然后我也有访问过 大S和宅宅那个时候来宣传战神的时候 也有 也有 也有合照 这样子 那我偷偷问你 你最喜欢哪个台湾女明星 我见过的吗 对 你在印尼跟她交手过的工作上有合作过的 没什么太深入的印象 你有跟我炫耀一张照片 我说我很想揍你那张照片 哦 那个 苏惠伦 苏惠伦 对嘛 苏惠伦 苏惠伦就是我 踏入中文广播生涯 访问的第一个这个台湾的明星 面对面访问的 因为那个时候流行花园的年代还没有到来 那个时候任贤奇在印尼很火 因为有一部电影他和张博之和演的叫做 心与心愿 心与心愿 对对对对 对然后 然后任贤奇的烛光和和张博之的心与心愿在印尼特别的火 然后就 就 任贤奇就来雅加达伴演唱会 他的特别来宾就是苏惠伦 然后我就去访问到了 然后也跟他一起合照 那个时候 哇 印象非常的深刻 你的手有戴在他肩膀上面吗 我不敢 我就就用我的手臂这样子跟他靠近一点 然后有跟他要签名 到现在那张CD都很珍贵 我想要高价卖给你 不知道你敢不敢出价 我敢出价 但我刚才想说如果你的手有摸过他 我会把你手剁掉 哈哈哈 还有另外一个许慧欣 有握手啦 有握手啦 不是许慧欣 许慧欣的妹妹 哦许佳玲 对 iviv 对对对 那张照片我超爱的 真的是 那张照片真的超爱 然后到现在都跟他在IG上面都还有一些互动 这样子 你可以把他 第一个把IG给我 第二个人可以把他照片传给我 我把你的头换成我的头 可以吗 哈哈哈 那个很难忘 许慧欣的妹妹 因为我们一起做在印尼那个时候跨年的演出嘛 很难得的机会 其实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期啦 几乎每年的跨年都会有台湾明星来做跨年 至少会有明世的那个明日之星 那群 对对对 那群人 都会来印尼做跨年 当时的许富凯啊 曹亚文啊 都都还没有现在那么的 还没还没成为金曲歌王金曲歌后嘛 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比如说赖亚岩 赖亚岩 安军产 一部的安军产 然后 还有一些比较怎么说潘伟博刚出道的时候 也来过印尼当Energy的这个嘉宾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不只是这些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艺人 杨宗伟也来过 对 因为那个时候超级星光大道在印尼也蛮多人看的 嗯 那我可以这样问你吗 你觉得谁最难搞 我 你不要傻傻的讲出来 你不要傻傻讲出来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我直接接触过的最难搞的就是 你可以说HS或是什么什么W姓的艺人 就是很有才华的 对工作要求非常高的 一位天王级的人物 就是 我知道你讲哪一位 我们都知道是哪一位 对 他是新闻上的蛮多的 对 我们知道是哪一位 哈哈哈 所以说这个台湾的演艺圈的这个文化 真的影响你印尼你们这一代非常非常的深啊 尤其是在我来到雅加达州 因为我以前是住在印尼的渔村 廖内省的一个偏僻的渔村 然后那个时候就能够接触的中文的东西 真的是很很少 有国际广播 或者是一些台湾的这个流行歌曲的卡带 我家里收藏很多 上次你也有去看过吗 有有有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家的收藏卡带 是我这个年代 家里会有的 周华健的录音带 张学和录音带 张雨生的录音带 然后最近 然后还有最近在你们台湾在KTV被禁的歌曲的那会 因为黄先生的卡带我也有好几个好几款 你也有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以后都要留下 那以后也可以 真的是当做是传家宝传给你的小孩子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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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了我没有这样子的怎么说 没有太大的这个渴望 没有太大的奢求 因为现在的小孩真的 嗯 他们喜欢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想要试着让 尤其在印尼没有中文的环境 我想要让他们多接触中文的东西 都 小朋友都不不懂嘛 都只是喜欢看他们自己喜欢喜欢的 所以可能等他们长大一点 希望他们能够渐渐的接触到 现在真的是 嗯 没有奢望太多 因为我我见过很多 和我一样印尼华人的朋友 他们几乎对华人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还是什么 所以就一天就随缘吧 蛮心酸的 其实啊 我像我这种人 真的是我感觉越来越少了 真的 大家可以从刚听到现在发觉 其实Andy的中文 Andy的中文其实没有什么腔调 这是很难的 而且你说他自证腔缘嘛 也是 那就是很流畅 就像我们听我们讲英文好了 我们听到ICRT里面的台湾人 那些英文讲得很好的 可是你不仔细看 你听不出来他是台湾人 因为他讲的跟老外一样 所以Andy的中文就是讲的跟 真正在台湾出生的台湾人 其实差不多程度了 有时候我们讲一些 骂人的话他也听得懂 对 所以你不要想说可以偷偷骂他 你那三字经他都懂 对 所以大家很难想象 他的中文是自学的 就说他们有受过正规的学校的教育 也没有老师教他 你到底怎么学啊 中文怎么练到这么这个程度 谈到学习中文的过程真的是也 也蛮心酸的 有时候说起来有 大家也不会相信这样子 因为过去中文被禁的时期 什么课本啊或者是教学的书啊 都不可以有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只是靠着非常非常少的 这个能够接触到的中文的资源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来自台湾的一些流行歌曲的卡带 可是那个是唱歌嘛 对不对 然后最让我有接触的就是 一些国际的广播 有些新加坡的广播 短播里面的广播 我就开始靠这个学习的 就是一些香港电影的光碟 对我们都知道香港电影 过去有那种Laser List很大牌 有很大片 对对 这些光碟虽然说是当港的 可是他们里面都有配音 配成华语 对 然后他们里面的这个配音的是 特别标准的配音 对对对 影片需要的对 对对对 然后渐渐慢慢的就发展成 比较小型的VCD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个价格也会比较便宜 就是 然后我就以模仿的方式 好像我听到一句中文 我就试着说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一直到我觉得 诶我说的和在光碟里面 听到的那一个声音一样 我才会停止 才会去学其他 其他的讲词 听起来真的很心酸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 好像我们现在要学英文 我们就拿一部英文电影来放 他讲一句 我们就跟跟着学一句 讲到每一句都跟这个英文电影里面的主角 讲的一模一样为止 所以你这个学语文的这种方式 你说他土法炼钢也好 或说他没有章法也好 真的是很不容易很难想象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你要学游泳 你就直接跳进水里这样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光碟的播放机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吗 对对 是不是 那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怎么做 因为我有一个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 他们的家里算是比较富裕的 他如果读到一些比如说新的周星驰的电影 他就会跟我说 然后让我去他家看这样子 我就会在他的家里用那个卡带把那个电影的声音录起来 录起来之后在家里的时候 因为我家里没有那个光碟的播放机 对 就为了学习那个语调 就用那个卡带一直重复的听 用卡带录起来之后就听 然后就一直重复一直练习 让我能够有接触中文的那个机会啦 就这样子慢慢一句一句的 其实以前我的中文也其实是怎么样的 知道我在中学高中的时候我就发觉 虽然我听得懂 我会听得懂一些中文 可是当我真的要讲的时候 原来我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把它讲出来 我还是会想到说 因为我们家里是说潮州话的嘛 还会用潮州话或者会用一些印尼语 没有办法完全的用全华语来说 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下定决心说 我要把这个语言学好这样 可是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语言环境 所以学习的速度比很多人都慢 可能大家一两年都会的 我要花到四五年才会 可能大家几岁的时候就懂的东西 我是要到多少岁才懂 我就觉得慢了许多 不过我觉得Andy这种毅力可以给大家真的 可以学习 在没有教材 没有师资 没有环境的情况下 靠着简单的手边的资料 光碟啊电影 这样土法练钢 一步一步把语言练起来 那你现在我们网路这么发达 那些年轻朋友 你跟我说你要学乃国语言 你学不起 你说你学不起来那都骗人了 那Andy怎么可以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就是我是在刚刚到雅加达念大学的时候 就进去广播电台做兼职的这个波音员 对不对 我开始做波音的大概前四五年吧 其实我是几乎完全看不懂中文 和不会写中文的 直到有那种学习中文的软件 也不是真正学习中文的 就是可以打中文的软件 可以把中文字打成汉语拼音的这个软件 我就从上面学习怎么看中文 怎么写中文 怎么打汉语拼音这样子 所以我是先学音和说 之后才学习去读去念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跟永杰哥发训期 应该就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对对对对 我有时候想传些骂他的他都看得懂 对对对 我完全没问题 对那Andy我们讲了这么多时候 现在看到说其实 中文再度在印尼受到重视 中文的音乐文化什么 包括现在要跟华人 包括跟中国大陆 跟台湾做生意 其实会中文的人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重要 但我们还是不免要 我要回头问一个东西 这可能有点敏感 你觉得经历过这么多历史 包括你刚才讲的1965年的排华的事件 到1998年的排华的暴动 你觉得现在在印尼社会 对华人的歧视还在吗 到现在其实都还在 还是有 已经改善很多了 尤其是在佐科威上台之后 他所改变的 做了一些改革改变的一些制度等等 就已经改善很多了 比如说一些公共服务等等 都已经好很多了 可是其实还是有对印尼 对华人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或者是一些歧视 在大城市我感觉还比较好 可是在一些小地方 情况就没有大城市那么的好 比如说你办一些证件 办一些手续 都会被刁难 或者是要付更高的费用 这其实都有的 去年的年底 12月年底 我从巴弹岛要回到雅加岛 在机场也就碰到了不愉快的事情 就感觉就是因为他针对 针对我们是华人这样子 或者是故意刁难 希望我们给他们小费 还是怎么样 其实这样子的是还有 可是有很多 在这接近十年来 尤其是我感觉我们的佐科威总统 上台之后就有改善很多 而且之前中万学 虽然说他的形象 在某些人的眼里并不算好 可是在很多人的眼里 其实也是都是很好的 让大家看到 华人也是愿意为印尼这个国家付出 默默的这个这样子在希望 我们就也有努力去让大家接受我们 也让大家看到我们华人 并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个殊的一群 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跟他们分开 我们是想要融入的 对 因为你刚才讲的 其实这种情况 会不会跟有一些年轻的华人喜欢炫富 所以给大家一些不好的印象有关 因为最近 对这个真的是 对于华人整体的印尼华人来说 炫富这个事情真的影响是蛮大的 我自己觉得 因为像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 你有说外界对印尼华人的印象就是很有钱的 然后有很多印尼当地的人也认为 只要他看到华人 他就会觉得你是有钱的 我要敲诈你 我要为难你 我要跟你要小费还是什么 这样子 可是就是因为 绝大部分的华人 其实就是跟普通老百姓没两样 所以如果说你在网上 尤其现在网路那么发达 你在网上这样子宣布 不是更加深了人们 对印尼华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 其实这些宣布的案例 我们都看得到 其实都是结婚 年轻人结婚 因为双方的家长太有钱了 我有看到一个很扯的 就是六七个好像 六七个年轻人一起聚餐 然后大家都抢着付钱 对对 想着用他的卡付钱 然后把那个服务员叫来说 你抽一张这个卡 抽到谁的就谁付钱 而且他们自己个人 吃的那一餐要二十几条 二十几条 OK 我刚才话说一下 大概是台币六万左右 OK 他们还说 哇好便宜啊 只有二十几条 我来付我来付 就把那个服务员请来 让他抽一张 就好像在这个服务员面前炫富 在网络面前炫富 就让大家看到说 是二十几条 这可能是有一些人的一年的收入 对对对 你还说很便宜 这样子拿来闹 就让很多人感觉 华人真的是有钱 你碰到华人 你就一定要刁难他 甚至你跟他 你跟他要那个停车费 如果是华人跟他要更多 这样子 就不直接的就影响到了一些生活 或者是收入平等平均的这些人的生活 就这些人可能就这些年轻人就没有想到那么多 还有一些那个世纪婚也是这样 其实结婚就是两家 你会没搞到新闻来给你播报 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印尼 如果大家办婚礼 尤其是华人 至少是请一千人 一千人起调 一千人起调 那个还已经是至少了 我也有主持很多婚礼 婚礼司仪这样子的工作 那个费用光整个婚礼 这个餐点布置 我想这个几百万台币 甚至上千万都是逃不了的 就为了办一场婚礼 对我有主持过五千人的也有 然后至少就是一千人 就很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这样子最棒的一些 一些什么 然后要请一个中文最好的主持人 也没选择了 就是我了 不过我听过一个长辈说过 在你的长辈 他跟我说 华人为什么有时候会让人家 成为你攻击的目标 就是你的锋芒太外落 你有钱 你又怕大家不知道你有钱 你又急得让大家说你多么有钱 那人家如果遇到了暴乱动乱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下手对象就是你们这些人了 对真的 这些有钱的华人如果说发生暴乱 或者是一些暴动这样子 当然有98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多案例嘛 他们就直接跑去国外啊 一张机票 对对对对 就飞去国外 最近的就飞去新加坡 或者是澳大利亚这样子 可是 之后 这些 一大部分在下面的这些华人 没有这个能力 甚至连护照都没有的华人 就只能留守在印尼嘛 那个时候 对不对 所以可能他们炫富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么多 可是之后害到的还是这些 没错 留在印尼的话 这些人只能够留守在印尼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 印尼这个社会生活立足 不像是真的很有钱的 可能感觉印尼不安全 他们就移民去国外 就跑掉了 对对对 就跑掉了 你这么多钱 你到任何国家 你一到 大家就给你绿卡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跟裂峰每次都只吃牛肉丸的原因 我们就是这么低调 朴实的这个 讲中文的华人 我们不去大餐厅 不去高级饭店 我们就是喜欢吃路边摊的牛肉丸 对 其实我们去高级饭店 通常就只是采访 我只是我独职啊 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刚才提到说 其实Andy还有另外的身份 他还是发过唱片的歌手 他也是很多自己创作的 我发了三张了 说得高傲一点 歌曲都是自己写的 对对 而且那个Andy是创作型歌手 他报名我们台湾进去讲的 报名过嘛 这个报名法也是我先帮他出的 对因为他在印尼 不能不能报名 可是评审没有听懂我的音乐啊 都没有让我入围 我就还想说什么时候史上第一个印尼籍的金曲奖入围者会出现 可是就没有啊 我觉得快了 快了快了 我差点跟你说如果我没有入围那个钱我就不还你了 真的 我觉得快了快了 等疫情过了明年你就入围了 我希望今年能够发我的新唱片 然后明年就再占金曲奖 就再请你准备一下那些钱好不好 对而且我在机场迎接你了 你得奖我会上去帮你致辞 对 我刚才提到一开始 一定要说印尼就是 我待了六年多吧 是算我第二个故乡 其实印尼有一首爱国歌曲是中文歌曲改的 心恋 大家可能听过啊 我想偷偷往呀往以往你 巴拉巴巴巴巴 其实这首歌是印尼的爱国歌曲嘛 对对对对 叫那个爱国歌曲 甚至甚至邓丽君的甜蜜蜜也其实是印尼语翻过去的 这首歌的印尼歌叫做Indonesia Bussaka Bussaka 它怎么翻译就是说印尼的遗产 印尼的怎么翻译中文比较好 就算是印尼是一个怎么说类似 一个宝国 宝岛 可是我们有很多岛 台湾是一个岛 对对对对 就是有我们的宝 印尼是一个宝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刚才跟列峰讲了 其实超过时间很久了 所以我们现在想用这一首这个 这首歌 我觉得有歌很见面 它的歌词大概意思 你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这歌词大概是来讲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在说 对印尼的那种宵爱爱国的一种精神 就是说不管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保国 一个很好的国家 可是历年来经历沧桑 清历风风雨雨 可是不管它变成怎么样 不管我们经历过什么 我们还是热爱这个国家 因为这是我们出生生长和未来 我们要闭上眼睛的地方这样子 嗯真的很感动 对对 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出生 我在这里成长 我也想在这里终老 对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的 不管是华人爪哇人印度人 你在这个国家是土地生长 你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你就是热爱国家 对那我们最后可以有幸听到 那历年峰我们也唱这一小段的 Indonesia Bursaga 对这一首我试着唱一段他的这个副歌啦 好不好 ok 好 太棒了 我们今天第一次有幸在节目上听到 这个有来宾愿意 因为我们先唱一首歌 而且还是现场我们听不懂的印尼文歌 对其实这个歌词在网路上 它有中文的翻译 大家可以去找 就大概就讲说 就像烈锋讲的 其实对这个国家土地的热爱 我觉得非常难得非常棒 今天很高兴 请到我们印尼的致命主持人Andy Chu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你不知道的印尼华人 欸烈锋快过年了 快过年了 你们在那边有什么计划吗 因为还是在疫情嘛 然后最近我们印尼的这个疫情 又有升高的这个趋势 而且奥米克隆也来到雅达达 现在有九百几例了 所以就希望疫情不要太过严重 让我们华人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个华人新年 嗯 先跟我们的听众拜个早年好了 对对对 祝大家在虎年里虎虎生威啊 生意兴隆 也希望呢 呃我们印尼和台湾之间的人民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来往和友谊 就像我跟Andy的友情一样 这么好长长久久 对永远的好朋友好兄弟 我们也希望你再参加次进去讲 如果你真的入围 我真的在那边跟各位的听众打包票 如果你入围又得奖 我就请你跟你那个社区的朋友 一百份台湾的鸡排 一百份 我以为你是nono吗 一百份 因为你假假的要卖台湾的鸡排 如果你入围又得奖 我就请你跟你的这个团队嘛 团队们五百份鸡排 好不好 代表我对你的支持 我的团队也没几个人啊 就我和林振宇 所以我们一人可以吃50份 对 可以吃可以吃一年好不好 真的 先谢谢你先谢谢你 就不敢不敢奢望了 就是参加金曲奖 就好像自己的一个很遥远的东西 竟然自己 因为以前对我来说金曲奖啊 就像是一个传说一样这样子 华人音乐最高的殿堂 最高的殿堂 能够报名 能够在网上炫耀 我有报名 已经算是 怎么说 很不要脸了 而且报名费是我出的 我也很骄傲 我有出报名费 对 好 真的anyway 我们希望这个印尼的疫情 越来越得到控制 那andy的音乐路可以越来越顺遂 那疫情过后我们有机会 看你要再来台湾 还是我去雅加达找你 反正 我们是跑不掉了 好不好 一定一定 好那今天很高兴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如果你们有兴趣 其实你们可以上中央社的网站留言 按赞 也可以去Andy的 上网搜寻Andy的一些音乐作品 或是他的一些分享的一些资讯 对 所有圈流平台都能够听到我的歌 在台湾的 KBOX等等都有 宣传一下 对 Andy刚刚唱那段非常好听 虽然有一两个地方走音了 我们也不跟你计较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帮我修一下好不好 帮你修一下 好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